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四军 共有五位军长 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将 包括于继时 王耀武 施中成 张灵复 邱伟达 前面四位历史客战都介绍过了 今天再来看看最后一位 邱伟达 图 前排左起 邱伟达 王耀武 于继时 施中成 邱伟达 1904年 出生于湖南平江县 小时后 加进阴时 被父亲送到平江县城 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 五四运动时期 邱伟达 热血沸腾 和学生一起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 不料 竟被教会学校开除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和邱伟达一起游行的学生中 有一个人叫中七光 后来成为开国上将 有个孙女叫柯兰 中七光听说邱伟达被开除了 非常同情 就把他介绍到自己的学校继续读书 成为红荒好友 二十多年后 邱伟达在淮海战场上被俘 中七光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对他多有照顾 邱伟达中学毕业后 立志投身革命 于是南下广州报考了黄浦军校 成为黄浦第四期学生 跟林总 刘志丹 张领甫等人都是同学 1927年 邱伟达跟随叶帅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 惊人介绍去了王耀武的部队 可以说 王耀武就是邱伟达的贵人 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邱伟达一直在其手下效力 王耀武升迁的同时 邱伟达也跟着往上升 1937年9月 时任74军306团团长的邱伟达 参加了惨烈的松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在南京保卫战中 邱伟达的306团负责守卫南京水西门 日军久攻不下就组织了赶死队 向守军发起自杀式进攻 守军眼看底敌不住 一个排长找到团长邱伟达 申请赌城赶死队 跟日军赶死队以死相拼 邱伟达望着这个排衣衫蓝绿 但神情坚定的将士们问 你们知道当赶死队意味着什么吗 将士们齐声回答 死 邱伟达热泪盈眶 大声喊道 是以此报国 全排将士子弹上膛 刺刀上枪 列队出发 再也没有回来 雨日后血战两昼夜后 邱伟达的左腿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 差点阵亡在南京城中 上死王耀伍德之后 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火轮接他过江 但当时江边全是人 邱伟达根本几步上船 只能拿根绳子绑在身上 在江中拖了半天才上船 邱伟达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莫过于湘西会战 湘西会战时 虽然王耀伍是总指挥 但他主要在后方坐阵 并协调中美合作事宜 而真正在一线指挥的 正是前敌总指挥邱伟达 整个战役的谋划 以及作战方案的制定 也都是由邱伟达完成的 湘西会战取得了巨大战果 共歼灭日军三万多人 不过 在战役后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让何英钦对邱伟达非常恼火 原来在战役后期 包围圈里还有几千日军做困兽之斗 这时 国民党六大即将召开 蒋介石让何英钦在会上做湘西大节的报告 何英钦心想 仗还没打完 这怎么报告 何英钦为了交差 就命令王耀伍给日军放个口子 让那几千日军逃走 提前结束湘西会战 没想到 当王耀伍的电报 拍到邱伟达的指挥所时 邱伟达顿时大怒 怒斥何英钦 据不执行王耀伍的命令 是要全歼日军 后来 何英钦亲自来到前线劝说邱伟达 邱伟达仍断然拒绝了何的请求 何英钦没办法 只好自己去下扁了十八军 让他们赶紧把日军放走 图 晚年的邱伟达一九四七年 整编七十四师 在孟良顾被肃欲全歼 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 为了重新组建整编七十四师 蒋介石任命邱伟达 为整编七十四师师长 后来又改编尾七十四军 邱伟达也是最后一任军长 不过解放战争到了这个时候 邱伟达也自知无力回天 就在淮海战役兵败后 率众投降了 对这位战功赫赫的抗战名将 瓦军也对他非常尊敬 许是有亲自出面接待他 让他住在兵团司令部 钟七光也经常过去安慰他 邱伟达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将领 他身上有着典型的职业军人操守和爱国情怀 因此 刘伟达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后 专门请他跟廖耀香等人去学院当教官 在南京军事学院 邱伟达工作了八年之久 受到了我军很多高级将领的尊敬 建国后 邱伟达基本上一直在南京工作 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祭奠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战友们 一直到他1998年病逝 历史客栈作者 微听跟诗坦因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A108迟回搜独